近日,吴欣现身北京首都机场,穿衬衫搭配牛仔长裙,颇有80年代文艺女学生的感觉,除了衣服穿得很用心外,吴欣这次的发型也花了不少心思,今年已经35岁的她,竟然扎了一个5岁小姑娘的双马尾发型, 吓得网友直呼,未万能也太豁得出去了,也有网友说,简直像18岁少女潘伟伯后悔了吗,一直努力挤进时尚圈的无心,机场私服时而让人看不懂,时而又让人眼前一亮,她这次的机场秀当属于后者了,不过一般人怕是不敢模仿吧,只见她把不长的头发扎成了两个小啾啾,特别像5岁小女孩经常扎的发型,感觉脸不够嫩的话根本不敢这样扎,不得不说, 今年35岁的无心保养的还是很好的,扎5岁小姑娘的小啾啾仍无为何感,而且还因此减零了不少,这次机场私服穿搭,她上半身穿了一件条纹衬衫,这件衬衫乍一看有点平平无奇,在细看时却发现细节很有意思, 比如口袋的上方刺绣,那一对萌萌搭的猫咪,非常点睛也非常俏皮可爱,无心穿这件条纹衬衫,搭配一条蓝色牛仔长裙,衬衫搭配长裙,白色搭配蓝色都很有文艺小姑娘的感觉,仿佛时间回到了上个时机,无心不是在走机场,而是去上学,在我看来,无心选择穿长裙,真的是很明智的, 刚好遮住了她那不够长,又不够细的腿,整个画面马上变美了不少呢,用网友的话说,乌鲁腿就是对的,脚上穿一双白色运动鞋,肩上背一个同样是白色的小包包,无心穿着一身文艺,又复古的穿搭,加上五岁小姑娘的小啾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